上支天文 下支地理 我是戴立岡 欢迎收看新闻龙卷风 在这个星期三 NCC审查望中案 中央研究院的法学研究所 副研究员黄国昌 以及一些学者 还有在同时 现场还有一些数百名学生 在那边抗议 但是抗议的过程中 时报周刊的记者 却发现一件事情 有人在发走路工 这是否幕后有些黑手 25号早上 NCC审理望中案 但是在场外 出现中研院研究员黄国昌 竟然在暑假期间 把学生带上街头 这是7月25号新闻稿 行动发起人 中研院法律所副研究员 黄国昌列在最后一位 今天在台湾的民主史上 新闻自由史上 将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天 看似脸书上的自发性号召活动 但真的是这样吗 如果是自发性的抗议 为何出现现场有一名白衣女子 发钱给学生 就是画面中 这名白色上衣中年女子 发钱遮遮掩掩 时间是25号周三下午 NCC审查望中案 就在几百公尺外 台大医院前面 白色上衣中年女子 从包包先拿钱给 坐在旁边的男学生 接着男同学又分钱给一名 绑着马尾的女生 放大再看一次 白衣女手上拿出千元钞 两名撞似学生的男女 拿了钱之后开心离开 另外旁边还有五六个学生 似乎正等着收钱 白衣中年女子 发现有人在跟拍 赶紧要大家假装聊天 事实上半个小时之前 白衣女子还带着同一批学生 到NCC抗议望中案 证明白衣女子是谁 受谁之托发钱 是谁让学生们变成走路工 又为何学生听从这名白衣女子 移动指挥 还原NCC审查当天下午三点二十分 这群自称是学生们的年轻男女 先在NCC前上演行动剧 每个人不是戴面具 就是用口罩还有太阳眼镜等 全部把脸遮起来 镜头一路追踪 仔细一看 负责发钱的白衣女子 也在群众当中 手里拿着抗议海报 到了下午三点五十分 她先在济南路一家便利商店门口 和一名穿着灰色上衣的女生交谈 讨价还价一番之后 拿出一张纸钞 再看一次 对方接过一千元钞票的时间 还不到一秒钟 过了一分钟 又在棋楼转角 拿钱给一名穿着 背着绿色包包的男生 对方拿了钱之后 也是快闪离开 下午四点 再走到中山南路和常德街口 和一群学生碰面 短短半个小时 就换了三个地方 到处张望 就怕交钱过程曝了光 暑假期间 竟然能够找来这么多 自称学生的年轻人 活动结束之后 还有钱可以领 再看一次交钱画面 白衣女子是谁 为何选在学生抗议后付款 为何发号指令 宛如地下指挥官 发钱过程曝光 中研院研究员黄国昌 又怎么解释 不是把学生带上街头 一句毫无所惜 就可以推得一干二净 种种连结 让人不仅怀疑 背后的动机 难道这是走路工吗 幕后藏镜人 究竟是谁 整件抗议事件 看起来不太单纯 我们今天要来抽丝剥茧 请到几位来宾 第一位资深媒体人江中博 你好 观众朋友晚安 资深媒体人彭华干 你好 各位晚安 资深媒体人谢国安 你好 大家好 还有资深媒体人邱明玉 你好 大家好 以及中天发言人黄俊仁 你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我们今天要来抽丝剥茧 中博 你刚刚看了里面的整个影像 你有没有发现这其中 有没有什么样的奥秘 还有一些什么样不对劲的事情 是 因为我自己采访过很多的学生 运动 社会运动 抗议行动 建场就如同你开场白所说的 有学者 我们中研院 法研所 副研究员 黄国昌 还有其他各领域的一些学者 他们呢 捍卫民主价值 守卫新闻自由 这是他们的标语 早上的时候 黄国昌自己在记者会章有说明 他说他们用这个水果香的这个纸板 剪下来 就是那种 有没有咖啡色的纸板 写上了我刚念的捍卫民主价值 守卫新闻自由 大概就在早上9点到10点这个过程当中 他和其他的学者在那边 来高喊这样的一个口号 那因为 每个人对于这个所谓的媒体并购的部分 有不同的立场 这点我予以尊重 只是说时间很巧的是 在现场我们还看到了 刚刚画面中你所看到的 有很多的学生 现场的记者也会对于他们这样子的一个打扮 以及这样子他们突然出现的一个行动 感到好奇 所以就去问他们了 比方说呢 现场有很多的学生 那这样的学生呢 比方说就是我讲的 他可能就是戴个口罩 好 那就有记者去问他们 所以请问一下你们这一次是反对媒体垄断学生行动联盟 对不对 那请问你们这个集结的诉求是什么呢 这个记者先生你还是不要问我啦 这个你去问一下我们副总招 好 你知道吗 他口中所说的这位副总招是谁 我们也找不到 所以问他 他也不知道到底是这个是怎么回事 那我就不懂了 那如果你也搞不太懂怎么回事 那你来要干嘛是不是 好 第二个 那我们又有记者问了别的学生 那请问一下你们这次来是抗议什么呢 你不要 不要问我这个问题啦 我是来挺朋友的 OK 好 他说他是来挺朋友的 那我们再问那你是哪个学校 OK 你要挺朋友 还是说你不晓得来的原因是什么 那我们也不管了好了 又有记者就说那你是哪个学校的 那你们怎么知道有这个活动 这边我要插个话 立冈 我跟你报告 他们有些学生是以下透露 他们是透过Facebook Twitter 或者是MSN的一些人际网路 然后大家知道有这样的一个过程 这样的一个抗议活动 甚至学者黄国昌教授自己也提过 就是他们有把他们今天来的 这样的一个information 在网路上面来告诉大家 那也许这些人真的就是受到感召而来 好 那我现在也不管这些了 不管说你们是怎么集结而来的 我只问那你请问你是哪个学校的啊 你怎么知道这个活动啊 记者先生 这个哪个学校真的不是很重要啦 我是来挺朋友的啦 那老师或者是你的父母知道 你来这里抗议吗 真的这个真的不重要 这一点都不重要 都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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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都不重要 那你根本觉得这个开语不是很重要 你也觉得我问你的所有东西都不重要 那这个时候记者就真的觉得 你很不重要了 怪怪的 可是记者如果再问 我告诉你不妙了 发生什么事 因为学生他已经招架不住了嘛 对不对 所以这时候 你不要再讲那么多了 请你不要再问那么多 走走走走 就出现了什么 就不是学生脸孔是这种他臭老耶 就是有点像学生家长 有点像学生家长的人出来挡架 因为他们可能也许比较懂得 这个场面要如何去化解 OK 那我们再来看看 看什么呢 这个活动到底有没有发起人 有 在现场呢 有些也有少富人是没戴口罩 不戴面具的 据说有一位叫康同学 那这位康同学呢 当时我一开始不是就有示范 说打个电话问他吗 说到底你们这个集结诉求是什么吗 那位就是康同学 但是他说他那边还有一个叫副总招 只是后来副总招到底是谁也不知道 所以当然也不知道总招是谁了 而且现场 还有一些年纪比较大的人 他们会对这些学生下达指令 指指点点的告诉他们该做什么 你不觉得很令人怀疑 这背后可能有人在操控吗 讲到这背后是否有人在操控 我们可以注意到整个抗议的活动当中呢 年轻的学生 他们第一个不知道抗议的目的为何 第二个不知道抗议的缘由为何 但是他们却在这活动当中 有些在拿到了走路功 这个活动当中有走路功在发放当中 你看时报周刊记者今天是非常非常认真的在跑这条新闻 我可以告诉你 当就是这个活动开始的时候 任何的媒体都会很仔细地去检验所有的过程跟流程 可是记者并不是故意要去找查 也不是故意要去找麻烦的 对不对 他们发现这些学生在活动完毕之后 竟然非常有秩序的退退退退退 往哪里的 他往仁爱路这个方向退 你知道吗 就是说很有秩序也很有组织的退 而且他们突然看到有一位这位小姐 这位小姐到目前为止 不知道她是谁 但是她的画面非常清晰 她这个画面她的长相非常清晰 被记者拍到了 拍到了 拍到了也不要紧 要紧的是后面这张 这张照片就这么清楚明白这是什么动作 这是什么动作 这是给钱的动作 OK 好 这是给钱的动作 我们来看为什么我们要讲这个女子 下一张 OK 好 18多万记者继续追踪 从NCC这边开始跟着这个白衣女子 然后呢 右转林森南路 到了林森南路的一家统一便利商店的门口 你知道她进去做什么 刚刚我们讲这个白衣女子 她进去做什么 你看 她进去领钱 而且领了我手上这么多的钱 领了这么多一把钱 新台币 OK 这都被记者职集了 这个时候突然有一位穿灰衣服的女学生 她就给了她一张新台币1000元的钞票 OK 好 这些举动让人家没有办法理解 对不对 为什么这个女生才刚刚参加过在NCC 门口的抗议活动就能够拿到白衣女子的钱 OK 现在大家画面看到 然后呢她在继续往前走之前呢 还有一个背着绿色包包的男生也来领了 我跟你讲就是说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两个学生都来领 会让人家觉得说 这是一个非常不平凡 不寻常的举动 为什么这个学生可以从她身上领到白花花的影子 这是一件最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 OK到这边以后她左转了中山南路 一直到了什么常德街口也就是台大医院的门口 再跟三位学生碰头做的完全是一样的事情 而这些过程全部都被记者职集在眼里 而且都记录了下来 OK 好 大家注意到她今天给这个钞票的画面 是完完全全被记者给拍下来而且没有问题 这件事情就说她在给了钱之后 OK 学生都离开了 记者上前问她说 小姐 小姐 请问一下 你为什么要给学生钱 白玉女子脸色大变发白说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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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离开现场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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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后面有人资助这个活动吗 没有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声音越来越大声 到最后记者再问 小姐 小姐 连这种抗议活动都要给走路工吗 那不是走路工 一不要侮辱人 就这样 后来消失在什么 台大医院里面 让记者追不到 你说这件事情是不是透露出古怪呢 整件事情上面我们可以注意到 学生参与一个所谓自发性的活动 但是学生到了会场 却有人给走路工 这是否后面有某个团体 或者是某个公司 他为了要影响NCC的整个法案的审查 而做出来的一些 背后推使的黑手的作业呢 乖 立刚你知道了 学生抗议的运动呢 对我们来说一点都不陌生 为什么呢 大家来看这张图 这个其实大家一点都不陌生的是 这是文林院的时候呢 学生自发性的去台北市政府前面抗议 当时你看每个学生 哪个学生戴了口罩 没有学生戴口罩 而且每个学生都慷慨激昂的 做出他们的诉求 这是学生抗议的本质 这就不古怪了 这完全不古怪 因为大家对文林院 其实有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说现在甚至还有学生 还在文林院王家的地方 跟着他们一起进座 甚至有学生在挖土地挖的时候 是最后一个被拖出来的 所以这是学生运动的本质 他其实非常非常的纯真 学生是没有心机的 为什么 大家就是一个理念 一个诉求 可是大家看看 这一次在审查旺中案外面的 这个学生 他们看起来像是自发参与的吗 这个其实很耐人寻味 看到没有 你可能比对一下 比对一下就很清楚 一个是慷慨激昂 一个好像做了什么亏心事 怕被拍到 对 每个人拿着标语就是遮着脸 拿着什么都遮着脸 还戴着口罩 看不清楚到底是谁 到底是哪些人 所以这个就让人家觉得非常的奇怪 所以其实呢 我提出四个疑点 让各位观众参考 第一个疑点 就是这些学生 为什么看起来像胆小鬼 为什么不敢露脸 对 这是一个原因 第二个疑点 就是这些学生自称 是透过推特 透过脸书 来做一个自发性的集结 但是我们也很怀疑 那当现场的媒体 来询问你们 你们为什么来啊 那怎么样啊 每个都智智乌乌 说不出所以然来 哪个学校 是谁 这个怎么样 他们都说不出来 甚至这样去找一个副总 找副总是谁 到现在也不清楚 所以这是第二个疑点 第三个疑点呢 其实我们都了解 长期参与社会运动的学生 那么其实他们 都没有所谓的 拿走路工这样一个 有利益的事件来出现 但是呢 其实 这一次我们却发现说 有人拿钱给这些学生 那这些学生 其实还有一个 非常特别的地方就是 原来之前NCC审查 旺中安总共审查18个月 易刚我问你 你曾经在任何一则 电视新闻的报道上 看过这些学生出现吗 没有 但是为什么 在这一次要定案的 这一天呢 这些学生会突然的 出现在NCC的门口 这其实非常耐人寻味 你怎么会 之前 如果你都非常的关心 你应该之前 每一场你都到啊 你怎么会 只有这一场到呢 就算没有每一场 至少也是有到过 至少对对对 而且第四个 就是说我们今天知道 这个黄国昌 他在开记者会的时候 说他对学生这些人 毫无所惜 切割得很干净 但是我们也很怀疑 就是说什么 就是说其实 没错我非常相信 学者还有非常相信 黄国昌先生 他今天说毫无知情 或许他真的完全的不知情 但是我们要了解一点 当早上你在抗议的时候 这些学生已经 时报周刊的记者是目击到 说早上九点多 当你们这些学生都还在的时候 这些学生已经陆陆续续的到达现场 那如果这些学生陆陆续续的到达现场 来为你声援 为你那个加油 结果你却说你不认识他们 这其实老实讲 我觉得你这样讲出去 是不是中间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 我们真的不知道 或许是你的朋友帮你动员 我们也不清楚 可是黄国昌先生 其实应该要说清楚讲明白 这些学生到底是怎么来的 你也在说你们有崇高的理想 你们希望做出你们的诉求 可是到底走路工是谁发的 我希望黄国昌先生 其实应该要把这件事情 跟大家来说清楚 国安刚刚讲到了几个重点 第一个是谁动员这些学生的 第二个有一个白衣女子在发走路工 那我就要想到了 那这个钱是从哪里来的呢 是的我们发觉这个抗议的过程 确实是疑点重重 那这三个人的角色还蛮令人质疑 那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首先是这个发钱的白衣女子 大家对她身份很好奇 那我们要在这边再次的强调是说 有图有真相 真的不是记者凭空捏造的 但是时报的周刊记者确实是直击 不只是照片有图为证 你看确实是在发钱 有这个发钱的动作 而且那个视频录影带拍得清清楚楚 她确实当时是在发钱给这些 来参加抗议的活动 那另外呢 我们要说的是这个白衣女子行径 其实还蛮鬼祟的 一看 刚刚就像干哥讲的 她从NCC 然后一直到这个林森南路的便利商店 然后呢又到这个转角处 然后呢最后再到这个 中山南路的这个长宁街口 一共在半个小时的时间呢 就换了这三个地方来发钱 那令人百思不得其解是说 她是不是害怕这个走路工的事情曝光 所以才这个平平的换地点 那如果你是正大光明的行为的话 那在记者问你的时候 你为什么要这样子突然的神隐落跑 那你就有种你就出来讲清楚嘛 对不对 那为什么又这样子突然不见人影 那另外呢 我们要再来看的是说呢 就是说这三个人当中呢 还有两个人 一个是带头的康同学 那记者不是问她说 你为什么要来参加这个抗议吗 那今天你来抗议的话 那记者来访问你 你就大声说出你的诉求 那你又说那我们来交给这个发言人 结果记者又找不到那个发言人 等于说整件事情呢 就像是一个罗生门 根本找不到一个带头负责的人 那还有 就是说记者在访问到一半的时候 不是突然出现一个黑衣男子 强行把这个受访的学生给架走吗 那这个黑衣男子的背景又是谁呢 对不对 那可能我们这需要 真的需要有人给我们一个答案跟交代 听到名誉讲 整件事情听起来可就真的是疑云重重了 这疑云重重当中 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在里面呢 我们就要问一下俊仁了 俊仁 我想学生运动的本质是一个议题 那当议题的背后牵扯到金钱 其实他的这个议题的本身呢 就整个被污染了 那我们非常不乐见 学生运动的本质被这东西污染 毕竟台湾的民主自由 台湾的言论自由 其实是建立在学生运动上的 但是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学生运动 跟他发起抗议的本质 是相违背的 我们看不到这个学生运动的灵魂 他的灵魂在哪边我不知道 反而我们看到他的灵魂 似乎是新台币 如果他的灵魂是新台币 那NCC用类似的理由 来驳回旺中并购案 那我觉得是非常不合理的 他是自相矛盾 那在这个事情的建立前提下 我们去看 现场动员的学生的人数 他不在少数 我们保守估计是100人好了 假设这100位学生 每人领取1000块钱的走路工 那总数要10万块钱 那10万块钱呢 或许对某些企业来讲是小钱 但是我们要去想 谁愿意平白无故拿10万块钱出来 找学生到现场来 拉拉布条 拉拉棋子 还戴着面具 目的到底是什么 他是不是只是想要 创造一个学生运动的感觉 来驳回旺中并购案 把旺中并购案 形塑成一个可不可惧 让人害怕的一个行为 所以他透过金钱 透过某个方式 来操控学生 来创造这个学生运动 我们相信 幕后一定有一个黑手 但是黑手是谁 我们不知道 有没有可能是目前在台面上 反对旺中并购案的每一个成员 我想我们合理的怀疑 他们都有可能 当然不见得会是他们 但是我们也很希望 如果有任何一位学者 对于这件事情 他们有所谓的幕后真相 我们也欢迎他告诉我们 我们希望 我们也乐意 透过媒体的力量 来协助他们 我们一起找出来 究竟是谁 想要去污染学生运动 想要去创造一个 跟过去学生运动 纯洁的本质 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去谋取这个利益 我们是非常不能够同意 去看到这样的行为的 揭发幕后黑手 广告回来 告诉你